词曲 李宗盛 《南无第三世多结昌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我以智诚之心继续攻读《第三世多结昌佛》说法 《这心经说真谛》第二部分《这经文说真谛》 《南无第三世多结昌佛》 《第三深空》好好地听 深空尤为重要 深空即是法性真如之理也 深空就讲法性的真如的理 将它讲穿就叫法性般若的道理 此指佛菩萨 正到无人相我相 无一切相 心无挂爱 万法皆空的道理 深空就是说 是般若自照的空理 境至圆容的空理 是什么呢? 就是佛菩萨 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们 你们正到无人相我相 无一切相的时候 心就没有挂爱 万法就皆空了 为什么正到无人相我相呢? 这个话 往往你们容易熟起的 就是说 我们念头都没有了 还有什么人相我相呢? 简单说就是这样子 念头都没有 又不落于分尋 但又不執着于 这个光明之体 殊性之乐 而于不执着的境界当中 心性无着落点 自然就无物可执 这个时候 根本就不存在 有人我之相 人我之相 是意识分别出来的嘛 男女相 也是意识分别出来的嘛 意识都停止了 哪里还分别什么呢? 意识停止 不是说 你被一棒打分死在那个地下 休克啊 是意识停止 功夫到一定的程度 住入定境如如之意 是这样一个概念啊 所以 就万法皆空 就心无挂爱 就不存在有挂爱了 于此故 五吻自空 如果住到这个境界 心空之后 五吻就空了 所以 断除我执 五吻自空 所以 灭掉自私 进而 断除我执 然后 五吻自空 就这个道理 识受想行识 你心空了 哪里还管他识受想行识啊 六根自然就平等了 眼耳鼻 虚心意 亦就不成分别了 心空了之后 六吻自然 对六根 就不起作用了 色声香味触法 就对六根毫无作用 于是 十八界 十二处等 烈烈皆空 在这个时候 十八界 十二处 十二因缘 他们都会空 一切都平等 自然就空下来 即是心空了 心空的道理 就是这个道理 至于这个十八界 十二处 下面讲 这里不拖杂了 四 法空 第四就是法空了 法空的境界 就是菩萨所要正取的境界 不但人我空 心空 还要正到法空 就这样一回事 法空是建立在心空的前提下的 必须要将心空做好之后 正到心空的境界 才能正得到法空 为法空者 即是诸法皆空 无所得之实相 就是讲到法空 就是诸法都要空 外境全空 心空不算数 还要将外境一切空掉 将我们所学的法都得要空掉 不只是空法 外相诸法 全部都要空 正到实相之境 而无所得实相 如来之法身 于万念之空制 就变成如来的法身 到了这一步 于万念之空制 亦不应着空而 进入万念的空制的这个境界 所谓空 空不是空漏漏 空荡荡 你们要记住 同学们 你们千万要小心 不要将这个法空弄成好像虚空的滋味 这个空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 不是这样一个概念 不要和你们讲了这样几日佛法 你们都认为空空空就是一个空洞洞 不是这样一个含义 这个是一个境界 境界而不着景的一种圣意 片满无分之体相 和大千日月 是这样一种境界 而且 连空的这个概念 都不好执 故 有法空者 非一相 他不是一相 你听到没有 无多相 亦没有很多现象 亦不是一种现象 有些说 法空 就是一个滋味 不是一个滋味 亦不是很多滋味 并非一味如家 非实 非有 不是实 然而 亦不是有 非无有 又不是非无 又不是非有 不是的 无 但又有存在 乃为 离妄之忘我 忘法 无所得相 是离开妄念 将我执忘掉 将法执都忘掉的 没有得的一种具体形象 而不得之相 是名 法空 这个叫做 法空 在四空里面 五吻空者 即指 心空 和法空 之空 啊 初初修行的人 不容易明白 空理的 只有修得比较好的同学 他就会明白 源于多生女劫 无此因缘 生法成仗 就是说 多生女劫 无此 若干背子 你们做的好事 坏事 中的因缘业力 他要呈现出来 从无名画 陈沙画里面 翻出来之后 你在用功的时候 不散乱 就调举 不调举 就分尋 睡眠丐 等等产生 心方意乱 包括白天当天 随心所记的事情 一起压力 这个月的事 这一年的事情 以及后头的后景 前途等等业力 都要压在你的身上 因此就使你 坐不下来 入不了定 当然 坐不下来 入不了定 就是由于 没有做到 深空和发空的境界 才造成的 因此称为 无耻因缘生发成像 无耻就是若干年 若干劫 无边无耻之因缘 自然造成因果的业力 成了你的一种障碍 五吻就自己各自用起来了 色受上行色就动了 六层自然就对境了 色声香味触发 同时发动 而昼夜行事 周年整月这样子不断 就将你锁在凡夫境界里头了 人就是这样子生活的 整天就这样生活 以色成执爱 受然后就领立 想呢 就取一些现象 行是造作 造作一切业力 色乃了别 色就专门了解和分别 故成现实精神 物质实有 因此就成了我们现实精神上 实实在在有的东西 你们想你们 是不是整天五吻就这样做的 你们说 从来没有不这样 从来如是 就连现在 在这儿听法都是 闻、想、受 全部佔齐的 在这儿坐着 这个就成了凡夫 因此五吻一动起来之后 他们就成现实精神物质的实有了 于是永无停息 而不现空礼 它停不下来 空礼怎么现得出来呢 你们想过没有 停不下来 空礼就不能现出来 第三世多结昌佛说法 这心经 说真谛 今日就功读到这儿 无限感恩 那么第三世多结昌佛 所以我们先来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